旅行社忙著處理旅客機票 這回長榮罷工影響上萬旅客 外界罵聲不斷 而同樣是受害者的旅行社 業者自然壓力也不小 長榮那邊來做一些申請跟結算 只能盡力協助旅客千轉 萬不得已才會退票 但這背後的成本 都必須先由旅行社蓋瓜承受 旅行社有苦難言 但緊接著而來的暑假旅遊忘記 恐怕才是噩夢的開始 其實影響是一定會有的 他們的部分 他們其實也有告訴我們 他們會叫一些加開 一些班機這樣子來因應正確的暑假 所以這樣一來一回就八個團 兩百多個人 當然如果一直 自己沒辦法落幕的話 大的旅行社 他們是非常的慘烈的 業者憂心暑假 又是另一波衝擊 但旅客面對罷工造成的不變 反應倒是很兩極 你既然選擇了這份工作 你叫好好做 然後以我們這個年紀來講 你就好好做 你不想做你可以進出來 不要做 因為這次罷工事件就都不搭 就巨大其實也不會 乍看表面像是扣分的 可是也許他們可能有 說不出來的苦衷 是我們沒有辦法理解的 還要看這次搭的狀況 如果OK的話還是會 長榮航空會不會成為旅客 心中的拒絕往來戶 還得看後續的狀況而定 不過罷工讓長榮 每天損失超過千萬 已經安排好出遊的旅客 也可能假期泡湯 這場罷工進行到現在 沒有人是贏家 華語新聞 宋君一徐國豪 台北報導 請問一下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